他本是丛林之王,却疲惫地贪坐在卡车中央,外面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而他内心满是苍凉。 本该是森林里驰骋的他,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 这只像大狗一样的狮子,名字叫做木法沙,从小到大,他都只能蜷缩在角落里,等待着自己的工作。 相比于讨人类欢心,他更渴望森林里热肉强食的生存环境,看着工作人员们将铁圈,铁链,落在自己身旁。 他回想起自己这小半生,从小他就被商贩抓住,与一只小秃鹰一起,为马戏团的经济添砖加瓦。 这个破破烂烂又十分肮脏的卡车车厢,就是他多年来的住所。 想着想着他低下了头颅,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有没有变化的可能。 然而此刻的他还不知道,命运之神很快就要眷顾他了。 2011年,ADI在秘鲁,进行马戏团动物的救助活动。 取释此举损害了马戏团团长的利益,整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木法沙蜷缩在卡车里,看着双方人马对峙。 他并不抱什么希望,这些年被他打抱不平的人太多了,可他不还是照样待在这小小的空间里。 就在他悲叹之时,那些穿着制服的人居然上前来剪掉了他的锁链。 他有些惊讶,随即慌张地看向周围。 接着,在人群的围观下,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一个铺满了稻草的宽敞的卡车车厢里。 在踏上稻草的时候,他终于不再低眉顺眼,终于走出了自己森林之王的风姿。 他看着ADI的工作人员们小心翼翼地叫他搬走的样子,有些恍惚,这是要恢复自由了吗? 在车辆平稳地运行中,木法沙沉沉地睡了过去,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内心有些许激动。 在门打开的瞬间,他赶紧起身,昂着头颅走了出去,接着很温顺地走入了另一个笼子。 他知道这些人不会伤害自己的。 在这样的信任下,他安安静静地被抬上了船,一路上风清水秀,原来世界还能如此美好。 到了之后,门还没完全打开,他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去。 初时,还有些不习惯,他又换上了自己标志性,低眉顺眼的走姿。 随着往森林里越走越深,他的身躯也挺得越来越直。 面对新环境,虽然有些茫然,但他心里似乎知道这里才是他的家园。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甚至还对着镜头亲了一口。 接着又兴奋地往丛林里闲逛。 从此,他将在这碧绿的森林中昂首挺胸的生活,成为真正的王者。 后来救助者们说,这些被救出的动物身上往往伤痕累累。 在马戏团,他们不仅仅是得不到照顾那么简单,甚至是被无休止的伤害。 几乎没有一个动物的牙齿,是完毫无损的。 除了进马戏团时,为了避免他们伤人,会将他们的牙齿敲断之外, 动物在被驯服之前,他们也会拼命地挣脱牢笼,最后才会变成那样。 不过在被救出之后,不仅有兽医们对他们细心照顾, 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安抚他们情绪。 如今,绝大多数动物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得很好。 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动物,因为人类的欲望正遭受着种种不幸。 但值得庆幸的是,也有许许多多有爱心的人,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而人类有情,动物也有情。 在被救助后,拼尽全力报恩的动物也不在少数。 一名女子在毛皮买卖市场,救助了一个小小的子雕。 面对小子雕开始时地闹腾,女子并没有放弃,反而耐心地安抚。 最终,在女子的悉心照顾下,这个小子雕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而他们的相处过程也让人大吃一惊。 自幼时起就热爱动物的男性,在南非建立了一个拯救和保护受虐野生动物的项目。 他致力于照顾众多野生动物,尤其与狮子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然而,这位男性需要离开保护工作超过两个月, 那么当他重新回来时,狮子们会做何反应呢? 很多喜欢动物的人养宠物,去动物园,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28岁的瑞士人丹,施奈德先生,出生在智利,自小就热爱动物。 他非常喜欢动物,他和动物互动时仿佛能够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心情。 尽管在瑞士金融业担任理财规划师,他也积极参与各种动物保护项目。 他一直持有浓厚兴趣,并向野生生物支援组织捐赠,他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2017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生命献给野生动物保护,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 丹先生辞去工作,把一切都卖掉,放弃了职业生涯,搬到了南非。 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一直渴望着长久以来的梦想,极致力于野生生物的保护。 于是,丹先生开始了他精彩的生活之旅。 他创建了一个名为白波帕卡的项目,其中白波帕卡代表无限。 这个项目致力于在南非广袤的草原上保护白波帕卡,那里有大约400万平方米的土地,数千种野生动物栖息在这里。 这个避风港充当了被救助野生动物的终身家园,一些经过保护和康复的动物将重新回到自然。 这个保护项目不对公众开放,不接待游客,当然也不从动物的繁殖、买卖等方面获得收入,完全依赖于捐款等资金来源。 这个地方似乎是野生动物们的圣地,丹先生在过去的五年里,全身心致力于保护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被拯救野生动物。 保护范围包括狮子、猎狗、捣马、猎豹、蛇等各种野生生物。 这些动物曾经被非法的饲养者强迫饲养,被私人非法买卖,或者在私人动物园中遭受虐待和遗弃。 一旦野生动物被强行投入人类的饲养,它们就很难重新适应野外生存。 丹先生接纳了这些动物,进行康复治疗,并充满爱心地照顾它们。 他尤其与狮子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把它们当作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 丹先生和狮子亲近的场面让人感受到他已经成为了狮子的同伴和家人。 可以看出丹先生的照顾。 最近,丹先生离开了保护工作超过两个月,人类通常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和情况,经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他也有些担心,他不确定狮子们是否已经完全适应了没有他的生活。 然后,当丹先生回来时,他发现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狮子们记得丹先生,当他们从远处看到他的时候,迎着他跑来,发出像在亲密的声音,亲近地蹭着他,似乎在表达自己的喜悦。 这一瞬间,丹先生深刻地体会到了他和狮子之间建立的强烈纽带。 成为狮子家庭的一部分,他意识到对于他们来说,它是多么重要的存在。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因为只有因为人类和狮子之间的相互理解,才能够培养出这样深厚的纽带。 一旦狮子被纳入了一个群体,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永远成为家庭的一部分。 丹先生离开数个月的时间,但狮子们依然将他视为家人和朋友,这个事实令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与这些动物互动时,他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不仅口头上接受他,而且从内心深处将他视为家人。 因此,丹先生毅然放弃了职业生涯,前来这里。 他的保护项目成为他私有土地上的一部分,不接待游客,只在保护野生动物。 有六名武装警卫在夜间负责保卫,以防止非法入侵。 他怀有强烈的信仰,认为保护所爱之物是一项使命,将自己的激情投入到这个项目中,希望能够感染更多的人。 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野生动物的美丽,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危机。 在非洲,野生动物面临鹰利目的的威胁,而非法捕猎者的存在也构成了威胁,导致许多珍惜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没有依据的迷信和传统医学导致了非法捕猎者捕捉动物,然后在非洲和亚洲的黑市上出售。 这种情况表明人们对动物的教育和理解存在严重不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丹先生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动物,他还希望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向更多人传达事实。 许多野生动物正因为人类的行为而处于危险之中。 他希望通过传播知识和激发激情,改变人们的认识,以拯救野生动物。 他希望继续传达这一信息。 丹先生常常与狮子们一起玩,尽管他承受着八十千克的狮子的爱的重量,这实际上是一种冒生命危险的事情。 有时候,狮子们因想要与他一起玩而拥抱他,有时会受伤,被狮子的爪子划伤。 尽管如此,他总是尽力回应狮子们以及其他动物的爱。 狮子们对丹先生的亲近感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对于这些如同百兽之王的猛兽,他们表现得非常亲人。 这种互信关系传达出来,但丹先生强调这些狮子绝不是宠物。 他指出,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园中下车并伸手去触摸狮子是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狮子不是宠物,因为伟源先生从这些狮子还是幼年时就开始每天照顾它们,不论天气如何,所以他熟悉它们的群体,才有可能建立这种奇迹般的互信关系。 察觉这种纽带并不容易,要与这些动物建立深厚的联系,需要理解它们,几乎需要成为这些动物。 这需要大量的时间,耐心和努力。 但丹先生指出,一旦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将永远不会瓦解。 他为了保护野生生物,将自己的生活献给了这个事业。 丹先生与动物之间的纽带感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他热爱野生动物,尤其是狮子,一直梦想与狮子一起生活,现在他实现了这个梦想,过着充满幸福的生活。 这让人们看到,这就是爱,他传达出对动物的正确理解和关爱,希望这种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有任何评论,请随时提出。 如果您愿意,也请订阅和点赞这个频道。 再次感谢,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见面。